基本薪资到底涨不涨 你说涨了这个资方说受不了 不涨劳方说过不下去 这真的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那么昨天行政院审查会决定 先涨时薪的六块钱 但是月薪的267块呢 暂时先不涨啊 这个的决定呢 让老委会主委王如玄非常不能接受 他说如果基本月薪不涨的话 恐怕就要请辞了 面对老委会主委王如玄可能请辞 副总统吴敦毅笑而不答 但王如玄坚持基本月薪调涨 被行政院打回票 连民众都很不满 这个政府已经没有人性了啦 应该要调啦 为什么 因为现在物价上涨啊 又油电上涨啊 涨多少啊 当然大概跟着物价调涨吧 行政院24号召开审查会决定 只通过基本时薪调涨6元变109元 但部分打工族担心工时会变短 而目前基本月薪则维持18780元 因为如果每个月增加267元 全台资方得增加支出近50亿元 有些中小型企业可能吃不消 赚钱的公司他可以多调 不赚钱的公司让人少调 哎呀我们要努力 要用功啊 要拼经济 真质百货业周年庆销量应该最好 但原白董事长徐旭东 却不看好来年景气 更认为劳房资方应该一起勒紧裤带 毕竟这个年头不太好过 今天新闻吴迪瑞路易台北财亡报道